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黑神话悟空 全五十四种金破排名与优缺点分析 这个金破强度排名加优缺点分析 事先声明 演示都是拿四周目的虎先锋 但是排名会整合一二周目游玩体验 大多数金破都有值得用的地方 部分人金破上限很高下限很低 去平均 正偏开始 笋 笋 笋居士 它的龙卷风 冰冻效率高 而且有追踪效果 对于一些特别爱动的怪物有点乏力 但大部分时候是首选的冰冻手段之一 元气消耗四周 用得好的话可以让怪一直冰冻 这里排在A 鸭相克 另一个冰冻锡的金破 冰冻效果也非常显著 元气消耗比损居士更小 但是自己也会被冻住 所以需要玩家提高寒冻耐性才能够用得更舒服 这里也排在A 鸣市长 携带效果增加10点攻击 但是技能前后摇挺大 伤害也小 因为有个不错的被动 所以排在C 鸣山鬼 两下攻击 第一下能出大硬子 让你第二下打得很稳 但是第二下只是小硬子 容易被BOSS反击 加上伤害也不高 这里排在D 借刀森 携带效果适合推图 洗手自带突进 前两下小硬子 保证第三下一定命中 第三下大硬子又能给出一定的输出时间 只不过伤害有点低 这里排在C 击伏 我感觉是属于有点凑速的经破 被动增加20.7力恢复还不错 这里排在D 属弩手 可以附加火属性异常 但是这个射箭 它甚至都不能勾引一堆射手里的近战冠 伤害也不高 这里排在D 老老 家 人 只能合我 股耸兰 变身的时候能够打断BOSS招式 变身期间能不断压制BOSS 属于不错的经破 这里排在B 赤发鬼 远距离攻击 能打出一个大硬子 我不过 就此绝命吧 但因为距离远 所以无法追击 所以排在C 泥塑金刚 上火的效率高 而且是范围攻击 能很好地帮助陷入敌人之中的玩家脱困 但对单体敌人的效果一般 变身期间有铜钩铁壁效果能弹反敌人招式 所以这里给个B 优灯鬼 刷领域必备 攻击有追踪效果很容易命中 但是伤害比较低 这里排在C 嗯 我 这样 变 蝎太子 能稳定上毒 而且能打出大硬子 元气消耗也比较少 但是玩毒有更好的选择 这里排在A 对 从效位 能躲闪敌人招式并且打出大硬子 还能增加气力上限 元气消耗也很少 但是伤害不得到 啊 这个 这里排在B 奎珠式 凑数金破 没啥好说的 没啥好说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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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 磊皮士 也是凑数金破 没啥好说的 啊 啊 属 数金破 高手向金破 可以作为一个常驻 可以作为一个常驻的闪壁突进招式 上限高 可以玩得很花 但伤害不高 不适用于所有玩家 这里排在B 帝罗刺 给一个常驻的铜墙铁壁 敌人打到会弹刀 推涂可以用 携带效果也不错 但是无法防御妖王的大不存攻击 这里给老父母 好 狼刺客 优缺点都是和鼠精卫差不多的 这里也排在B 帝罗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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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蜓精 个人觉得是臭数金破 鞋带效果是减少生命法力气力提高元气获得 然后元气满芽就可以再次用它 但它上毒不行伤害也不行 不是很懂 还帝帝 叶叉奴 动作很帅 我都以为要登龙了 没啥好说的 瘦树魂 还带帝 石双双 元气消耗很少 可以给Boss打出硬直 在一些Boss中可以无限使用 但是前摇有点长 用的不是很年卦 不如不能 所以 还帝西 属司空 能稳定给敌人上来人 增加你造成的伤害 能稳定给敌人上来人 增加你造成的伤害 这时候将hh 隔不入阳 很容易被打死 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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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呃呃呃呃 蛇吃藥 能稳定上毒但是竞品太多了 它前腰又长 这里给吸 蛇捕头 一定是个争议经破 放弃所有防御增加很多攻击 上线很高 下线的话可能很多人一看这个效果就完全不考虑了 我这里举个平均 对于一周末的大神玩家可能是会哀死 但是哪有这么多大神玩家 大神玩家也不会看我视频 我这里给个币吧 我偷偷讲个把戏 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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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说 那我头留着下脚 少许的后改带吧 轻软软 推图非常好用 节省很多葫芦 打Boss比较乏力 这里给到C吧 值 对啊 嗯 Boss比较宝 能加强三序四序伤害 这个就蛮不错的 主动机不太行 啊 啊 个 个 个 啊 这里给到C吧 咕嘟嘟 上火效率高 而且增加火焚攻击 但是打不出硬直 容易被抓反击 这里给到C 诶 打 黑莲鬼 能打出大硬直 而且元气消耗低 很容易多次释放 携带效果非常实用 但是上火效率比不上其他金货 前摇过长容易被打断 这里给到B 虎仓 伤害高 元气消耗中 加在打斗中释放非常实化 携带效果增加10%暴击伤害 还能把Boss打出大硬直 非常不错 没想到什么缺点 这里给到S 杀二郎 有人说它是幽魂的上位替代 我觉得首先 他的鞋带效果很难稳定出发 其次 他的攻击是向前突进后的二段冲击波 很多时候哪怕是在剃毒边缘 也会将怪向你的后皇震飞 不容易接其他攻击 我这里给到B 百目真人 猴戏必备 我本来就是在玩猴子猴戏一下不过分吧 即使不猴戏 本身鞋带效果增加法力上限也是不错 我这里稍微给自己加了一点BUFF 不算猴戏也能一棒的打出很高的伤害 BUFF 这里我给到A 蜂虎 携带效果非常的危险 加上攻击也就那样 造成的伤害还不错 但其他也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这里给到C 老人生金 释放召唤物十分缓慢 召唤物移动也非常缓慢 伤害意外的看得过去 但是不是很推荐 这里给到D 好吃啊 好吃啊 哇 欸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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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狼 D狼 是个非常不错的金破 伤害不俗 而且使用结束后一般都在BOSS正前方 大部分时候几乎可以直接轻击在BOSS回复前打出一炮 鞋带效果增加棍式非常明显 这里给到A 星轰仙 先轰星 破盾能力很强 三下都是大硬直级别的攻击 奥狼神能稳定撞掉一半的盾 后摇非常短 很推荐 这里给到A 哎呦 哎 其他 啊 物理云 云里雾 这里先变成物理云 召唤出云里雾的时候就变回自身了 可以和云里雾雾的光速攻击打一个配合 美中不毒的是 物理云打出的不是大硬直 所以怪有机率躲开光速 不一定能打满伤害 这里给到B 摆竹虫 携带效果加快跑图速度 适合跑图 攻击很像孤男 连续压制但打不出大硬直 所以变回来的时候很容易吃到boss的反击 这里给到B 广谋 入手很早 给怪上毒的效率还是不错的 但是召唤蛇的前摇太长了 需要学会抓死鸡 那还不如别的上毒怪 我不过啊 就扯绝命因为入手很早 这里给到B 火灵原木 火焰版门广模 一样的前摇太长 而且体感上召唤物的噴射速度不如广媒 携带效果减少法术冷却时间 但不明显 实测就快了30秒了 不过 这里给到C 就扯绝命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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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碎千锋 上火效率很高 伤害很高 这里给到A 2 碎统领 变成石头 没有攻击 可以承受致命伤害 但是石头会被打碎 你会出现僵直 而且 它元气消耗是中 如果它的元气消耗和布空一样都是少 我愿意给到A 但现在只能给到B 看看 我老孙的手段 我老孙的手段 太厉害了 不过 布空 作为非攻击技能 无敌针很长 可以很好的闪避一些很难躲的招式 元气消耗很少 非常好用 这里给到S 诶 诶 诶 不白 稳定上毒 而且元气消耗中等 可以多次释放 但是这个冲刺视角和手感需要一定的熟练度 而且 它打我明明是可以使用冰的 怎么着也得冰毒双异常累积吧 但现在就这样的强度而言 可以是A 可以学吧 不过 就得决定了吧 啊 呦 啊 不能 不能 关于不能的传说已经铺天盖地了 但是它的打法是需要一定的熟练度的 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无脑 用的好了绝对是S的程度 而且不能极其的施特定的配装 不像S级的不空啊虎长啊都是万金油 这里给到A 诶 6 诶 哇 不静 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优点 我这里给到D 我不知道说什么 诶 诶 诶 啊 虫种兵 攻击范围是还不错 围绕身体的一次斩击 打不出硬直 伤害也不够 给到C B 石副 伤害不错 范围攻击 可以让你身陷铃鱼的时候杀出重围 携带效果增加暴击和暴击伤害 我这里给到A 酒叶零之金 携带效果减少法力消耗还是不错的 其他没啥可说的 我这里给到D 如果大家有发觉什么玩法的话 欢迎补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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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浮 没有携带效果是一个劣势 主动技能可以规避伤害的时候动住别人 冰冻效率很高 但是欺礼效耗也很高 一次战斗打不出来很多次 感觉不如压伤克和损居士 所以这里给到B 琴狼仙 某些配装的B被 上毒效率很高 施法时间过长 但是有很强的伤害减免 和把敌人打出大硬直的伤害动作 伤害还不错 这里给到S 呃 呃 丢魂 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按实力是A级 但是懂的都懂 S 波波浪浪 唯一神针 伤害很高 范围逢广 无论哪种形态都能稳定上一场 而且开盲盒一样有新鲜感 S起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的排名 大家心目中的排名又是怎么样了呢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 喜欢的朋友就请一键三连吧 我 嗯 超 哈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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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